这个形状差不多可以了 然后测量一下检测 其实是全满了 所以把刀 测量一下齐条 然后把炸刀关掉 然后将烤焦条 然后到这边 放过把孔维地 放过把孔维地 然后起动孔维带手动 点进去 然后将罩子罩下来 然后把孔维地切割 然后将盘硬器 盘硬 然后这边 开始盘硬 然后这边 操作 这里设定的长度是520毫米 然后这边是土盘 这里是速度 这里是炒量 然后这边 开始出料了 然后这边 放到效果价这个尺寸 效果价这个尺寸 才500 然后变发了 变发了20 然后这里是要在土盘里面 加在土盘里面 加上20 然后再进去 盘硬器 到盘硬器 然后再加上 放入捏锅 盘硬器 好 可以 states 这边是孔维地 放入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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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 好美 我最后还有尖沙 然后骨盘里面还需要继续增加 然后整个插到这边就这样子 然后这边就插孔 然后检查一下胶口的测量